Hello 大家好 我小鱼 我感觉我又像是在旅行的路上了 今天晚上准备住宾馆 已经找了个宾馆 但是我现在只想感叹 我们大东北大牡丹江的物价 着实是好低好低 真的 然后我今天找宾馆 领你们去看看 你们猜猜这个宾馆多钱 就在这 一会咱们去办理入住 带你们上房间看一看 爸爸上来了 我住12楼 这已经到了12楼 这是外面 走廊外面 就是这个样子 一会给你们看看里面 这是屋子里面 这个楼下就是步行机啊 木丹江的步行机 我在12楼 是窗外的景色 感觉好久没有体验这种生活了 还好怀念呀 这个就是我今天晚上住的房间啊 在牡丹江最好的位置 然后房间我觉得也还可以 你们肯定猜不到它多少钱 这个房间呢 只有86块钱啊 就这种规格的房间 在西藏 没有200块钱下不来 就是常年在我们这 在家里待着的人 可能觉得这个价位很正常 但是像我这种去过西藏 再回来的人 我就觉得好便宜啊 突然间就觉得 好像还有一点点的不适应啊 然后再给你们说说 刚才住店吧 我都害怕 我说实话 因为我曾经有过这种经历啊 20年末 21年初的时候 我不是去找北吗 然后我家那突然间疫情了 我的身份证一拿出来 然后人家都不让我住宿 我其实今天有点胆粗的 我订房吧 人家是给我订了 同意了 然后我过来 刚才过来搬住住宿 他一拿我身份证说 呀 你是随分合的呀 我说 嗯 然后 那你们那是解封了吗 我说 半解吧 就是马上就陆陆续续要全解了 现在该复工就复工了 然后他说 那你有核酸报告吗 我说我有 他说 那行 给我紧张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生怕人家不让我住呀 老害怕了 真的 行了 今天晚上就在这住了啊 环境啥的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再有一点就是我们屋子里面暖和呀 有暖气呀 有地热呀 这要是这个价钱在 这个八十多块钱 在西藏住 我跟你讲 那就跟住宿车上没区别了 屋子里面思冷思冷思冷的 哎 还是我们东北好呀 每个屋子里面都有暖气 暖暖活活的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